穿衣服很冷,在那邊冷 穿穿這個外套,會不會有點熱啊 像誰就一樣,穿衣服就不會很冷 不一樣吧 所以你現在可以知道的是 我們一個電廠,一個電位 你在這邊講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有電壓差 是什麼意義了嗎 電壓差,知道 什麼意義 我們現在不管是正點負電的大小 我告訴你,這邊有電壓差 什麼意思 這代表這兩端的那個 假如讓一部輪的電子在中間移動過去的話 它就是可以產生一焦耳的能量 這時候表示這兩邊的電壓差都是啥 一伏 一伏對不對 好了,那就好了 假設這邊是高電壓,這邊是低電壓 我移過來,這個電得到能量 那我把這電移過去,我需要怎麼樣 需要 移一伏特的電壓 我需要給它一焦耳的能量,它才移得過去 對,我必須用力量推它 走一段距離,讓它得到一焦耳的能量 我才可以從這邊移過去 焦耳是能量的量子 焦耳是能量的量子 什麼叫做一焦耳,我們來呼吸一下 什麼是一焦耳 這學你上的 這學你上的 什麼是一焦耳 這我已經忘記了 你看幾個一轉 我們就不記得焦耳 忘了 好 等一下,這種問題看 應該是我就知道了 聽起來我們要在前 不用了,這只是忘記那個單位 好,那你就是想一下 分高速度 我是 什麼叫做一牛頓 等一下 這是你的突然力量 什麼是一牛頓 哪一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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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斤的物質 它收了一牛頓的力 它就會得到每秒每秒一焦耳加速度 這是力啊 先從一牛頓開始複習 好,我最後知道牛頓的,這是力 對不對 好了,接下來要講能量 能量的定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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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推個東西 推走個距離 它就可以得到能量 哦 能量是什麼 能量是誰跟誰的神經 那個,教的就是 一牛頓 一公尺 一牛頓的力 弱了一公尺 對不對 我施一牛頓的力 然後我推它走了一公尺 這東西就會得到一焦耳的能量 對 或者是我就會損失一焦耳的能量 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 所以就在焦耳,這是能量的定義 但是能量的定義還是一樣 可以用在電能這邊啊 可是能量用在電能,你會想說 誒 剛好就說 跟距離沒有關係 那到底跟什麼關係 速度啊 動 都猜錯了 趕快 這才剛講完呢 一點 我要 他再講一次 這個電量的移動 他所得到的電能 跟距離沒有關係 到底跟什麼有關係 哦 我懂了 跟他的 跟他的 說對了 等一下 剛剛是我在講話的時間 你用這種方式 我要說了 嗯 再等我30秒 嗯 還有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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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是這樣 所以兩點間的距離 講這地的話 講這地的話 我撕了一個地 跟走的距離有關 對不對 可是這電啊 這電啊 這個電 這個電量 在一個場中移動 他的能量來距離 這兩點間的電壓差 假設這兩點間沒有電壓差 不會移動 欸 不見得不會移動 假設怪性啊 我在宇宙中 有一塊鐵 他帶了電 他整怪性移動 有沒有電呢 有沒有增加能量 有 有沒有損失能量 沒有哦 可是當這個 這塊 宇宙中 旅行的鐵塊 帶電的鐵塊 他移動到某個電場 雖然旁邊沒有星球 但是沒有電場 喜歡他會開始產生加速度 會啊 因為他有一個趨勢嘛 有一個移動的趨勢 他開始受到的力 對不對 他開始受到那個電場的電壓 所以他那個力 所以他開始產生加速度 所以他得到能量 那就是說 他到底得到多能量 你就可以看 我這兩年的電壓差有多少 而電壓差越大 他所得到力就越大 他得到能量就越大 他移動間 我只要這個兩個之間的電壓越大 他所移動過去 他得到能量就越大 這樣清楚嗎 OK 這樣 好 所以這整個是電壓的定義 電壓的意義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常常也學了 這張電錶的使用 然後我們現在就進入下一個單元 所以他一個電壓 有沒有一個公式 比如說 一個庫的稱之間 電壓 電壓 電壓是被定義出來的 所以他沒有類似像這個 蕭蕭的這種 沒有 怎麼產生 比如說一庫輪 然後 比如說像一牛頓 一公尺 我剛剛一直在想的是 那個距離有沒有關係 距離沒有關係 距離 他這一庫輪的電 在這個電廠都移動 他得到一庫輪的能量 只跟電壓差有關 他如果距離很遠很遠 也沒有關係 也對 因為距離很遠遠遠的時候 他事實上會 電壓 電壓的依值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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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這樣講 這是一個電池 這是一個導線 這電池中間 是1.5克的電壓對不對 我現在呢 有個電量 從這邊跑過去了 跑一圈 假如我告訴你說 這電量是 0.1克 那他跑一圈 他得到多少能量 得到多少能量 1.4克 對啊 就這堆電 你可以跑得到多少能量 1.4克 怎麼會得到1.4克 1.5克 因為他只有0.1克 所以應該是0.1克 0.1克 對 因為他的電 他電場是1.5克 從這邊 會到這邊 他的電壓差是1.5克 可是我只有0.1克 所以我只有0.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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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這邊用了 燈泡 我可以放出來的能量 就是 燈泡會發光 就是0.1克 就是0.1克 那我把這個電線 拉得很長很長 還是0.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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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水分嗎 對啊 你問我可以放水分嗎 可以放水分嗎 可是我不知道 那那個1.5 1.5 1.5是它的趨勢 它電會移動的趨勢 那 它趨勢 誰 這個 分比分掉下來的趨勢 掉下來的趨勢 掉下來的趨勢 就是一個 一個 會想不到一種 它 它 假如是0.1克 0.1克的電的話 就是0.1克 那電的流動 這邊電的流動 它不會是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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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咕嚕 這樣可以吧 電的流動是連續的啊 所以它是一直有電壓流動 一直有電壓流動 所以等一下我們講到電流的定義 電流就有定義 但電壓的定義是先來自於從 能量邊定義過來的 我們先知道 因為在整個物理的發展 它已經先定義出能量了 那後面你想定位 定義電壓差的時候 你就會拿能量這個定義來套用 那庫倫這個電量也是被先定義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拿庫倫這個電量 加上能量這個定義 來去定義電壓 所以 一庫倫的電移動了 得到一加我的能量 我們就說這兩點間的電壓差是一幅的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也是電的定義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既然說這個電的流動 不可能是 有時候我們在畫漫畫 它會這樣畫 我說一有十二點這樣畫漫畫 所以我就畫漫畫 這電池 我接了一個電 他就這樣畫漫畫 電流出去 有沒有感覺是電這樣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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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流出去的感覺 這就汽油了 這很像汽油 那電這樣流出去了 電不這樣流 電是就連續的流 因為電的流動非常的快 所以你基本上你沒有感覺說 電是一顆一顆流過去吧 我們說電子一顆一顆流過去 你會有感覺嗎 會有感覺嗎 會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所以我們說電的流動是到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 其實是連續式的 什麼叫連續式的 跟非連續式的 什麼差別 非連續式跟連續式的差別是什麼 可不可以 取個例子一下 非連續式 非連續式 非連續式就斷斷斷斷斷斷的 流動好 也不是開 我舉個例子 好這邊有個水管 有個水在流動 跟我們要排排 很重的東西要搬 我這樣一包米搬給他 他再搬給他 再搬給他 誰是連續式的 這水的流動連續式 還是我們在搬你是連續式的 水啊 水是連續式的 因為水很難去 停 我們來雙下請客水分子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是一個量 你停的時候你那個量 就是 不是剛好一個 連續式的話 在數學的意思 他就是一個叫做 有你數 在非連續式的話 然後他就是乘數 你知道差別嗎 我說停 請問你剛剛搬了多少米 我搬了三包米 是不是乘數 你會給我說 我剛剛搬了3.576包米 不會讓給我 是不是這樣 可是我用水龍頭接水 打開水 關掉水 請問你得到多少水 你們可以說 我得了 剛才一杯水 每次打開 就是兩杯水 打開關 然後變五杯水 剛剛看好幾杯幾杯水 會不會 不會嘛 你知道水是不是連續的 打開 關掉 幾杯水 大概是0.753杯水 假設有關過的話 你可以得到很吸引氣的刻畫 就是我得到你的量 不是一個整個的 你知道這差別嗎 那 那連續式 連續式就是 你中間可以任意切斷 非連續式就是 一定是一個 一個就是一個 可是一包米 裡面事實上是多少 不知道 很多個米 是很多顆的很多顆 很多顆的米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這樣感覺說 事實上這個電在流動 是誰在流動 電子 是電子在流動 對不對 電子是一個一個的 可是你不會去清算 那一個一個電子 因為 一瞬間過去就是幾千 幾千幾萬幾億個電子過去了 你不會去清算幾個電子 所以我們想像說 這電的流動是一個 連續式的流動 那連續式的流動怎麼幹呢 我們就把它當成水一樣的流動 我們就這樣想像說 好 我每秒鐘 那我可以計算嗎 我可以計算嗎 我可以計算嗎 每秒鐘流過多少孤魯的電 可不可以計算 可以 電量已經可以知道了 我可以知道是 這邊帶多少電量 我可以算是 我每秒鐘給它多少電量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每秒鐘所流過的電量 每秒鐘所流過電量 你靜電量 令到這個安培 就是我們的電量 這是我們的電量 ok嗎 喔 所以我們來看那個導線 我如果把導線切開 我這邊給它加上一個 偵測器 我去偵測它 看看这个电 每秒钟流过这个前面积有多少库轮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有多少电 我的电流是多少 可不可以知道 没有 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每秒钟只要流过一库轮 请问多少电流 每秒钟流过一库轮是多少电流 每秒钟一库轮是多少电流 一安培 一安培 每秒钟流过多少电量 一库轮的电量就是一安培 两库轮的电量就是两安培 所以每秒钟流过两库轮的电量就是两安培 每秒钟流过十库轮的电量就是十安培 是这样吗 所以电流是这样子被定义出来的 这是被定义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慢慢对电开有更深的了解 我们知道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正负电之间会有相吸 所以它是没有电厂 电压 一个电荷 一个带电量东西 但是电厂都移动 它会得到能量 所以这两者间 我们给它定义叫做电压差 对不对 一个电量移动过去了 比如说每一秒钟移动多少电量 比如说这个电力就被定义出来 就安培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澳湖定律 什么澳湖定律 澳湖定律 就是电阻 对 电阻是什么 R等于I分之V OK非常好 I分之V 所以我们就可以定乎电阻 电子越大 V越小 诶 越大 在这边再讲 V会越大的时候 你要维持同样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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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整体之下 V越大 我的电子是越大的情况 我才能维持同样的电流 那或者有时候写成V等于Ir 在同个导线当中 同个电流当中 夹上电子只是越大 那电子的两段变压它就越大 你要维持同样的电流 或者你要维持同样的电压 你的电子越大的时候 你的电能就越越小 就是我这个导线当中的电压差是不定的 假设这个管子非常非常细 所以它电阻值很大的时候呢 相对来讲 这个电流就变小 这是一种定义 好了 那我们先想想看 我们既然讲了 我的电量来什么 我的电量来什么 电能对不起 电能 我的电荷 这个从这边移动过来 我可以得到电能吗 所以我的电能是不可以这样写 Q 等到V 这样写 Q是库伦 V是 V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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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没有 那里面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我从这个点到出来 引动过来的Qdı 我说这边的电压是正B 六 Hundred 我这样移动过去 我這個電力廠給他的能量 給這個電力廠的能量 就是E等於Q乘上B 這沒問題吧 我們剛剛解釋過了 是不是 有沒有問題 你有沒有這種床的不算是假的 在假變 那種床的不算是假的 當然不用假的要承擔 你看這麼多這麼大的電壓差 我有一個電量從這邊移動過來 他如果得到的能量是跟他的電壓差有辦法 電壓差越大 我得到能量越大 我這個電量越大 不是得到電量有越大 電能越大 所以這是乘正比觀音 所以我的電能跟我所帶的帶電量有關 跟我的電能有關 都乘正比 所以是兩個床層 對不對 OK 沒問題吧 這邊沒問題 好 那來說一句有趣的事情就是 這個能也是功嘛 我們電廠所做的功 對不對 我們要同處理T 同處理T 會得到什麼 這邊會得到什麼 V處理T沒有音音 V還是留著 Q處理T會得到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安培非常好 就是安培I 那這邊是什麼 T問W是每時間他做功是我的功率 功率非常好 所以這個T 乘以加一點 加一點 不然這樣要保留 剛剛辦你要保留 所以 電功率 這是功率 W 能 你所做的功 除上時間 每當的實驗所做的功 就是功率 對不對 你看到功率在什麼 跟你的電壓 乘上你的電流 所以你去看你的電器用品 他們告訴你 如果有吹功機 用1000瓦 1000瓦 什麼意思 1000瓦 好 我們來定義一下 P是什麼 P是功率 一千瓦就是 P是功率 每秒數不一千 一千什麼 要講單位 一千塊錢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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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能量嘛 剛剛在講能量 什麼是能量的單位 電壓 能量的單位什麼電壓 能量的單位什麼酷輪 不然這樣 對不起 能量等於酷輪成像變壓 一千一千 能量 能量的單位是什麼 酷輪成像 等於說 W等於E 然後W是功 E是能量 能量跟功只是相對的意思嗎 我所做的功 可能這個物體所得到的能量 或者是我所耗的能量 是不是 所以能量跟功 是一個相對的E而已 所以能量的大部分 跟功的大小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對 然後 每時間做的功 也等於每時間 每時間的 得到能量 電量 電量 呃 不是 這邊 這邊我們先不看時間的時候 先不看時間的時候 是能量跟功是相同的嗎 能量是等於你的電量 在一個電壓插中移動 對 每時間電量的電壓插會移動 我先不管時間 先不管時間 沒有時間 你的能量啊 我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我所得到能量 我這邊有Q的電壓在移動 我得到的能量是多少 Q成距離 不是距離 Q成那個 Q成它的電壓 對啊 成電壓QV嘛 所以我得到能量 就等於1啊 等於得到能量 也等於這個電廠 對他所做的功 嗯哼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當大部分 等於100 1000的時候 Q成V字的V字 對 我們先不管這個 我先回來 簡單來講 我的功率是1000 這個功率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講的 你的單位 牛頓 能的單位什麼 能的單位什麼 教我 教我啊 你們在幹嘛 這個能量是教我啊 能量是教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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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那個代號太多 亂掉了 對我覺得 好對 一般來講 我們的物理學 要裹上這個階段 就會出現的問題 因為這個時間 給一下給很多代號 所以自己回去整理一下 我現在就是在整理 我都重新在講一遍 V是什麼 能量是什麼 我們知道能量 能量是教我 能量接下來講什麼單位 就講功率 功率 功率是P P等於什麼 P等於什麼 T分是W 是T分是W E是什麼 E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勾 沒有 所以簡單的講 講說 那它的單位是W 那W的E是什麼 高 單位就是定義的 定義 一瓦 一瓦 什麼是一瓦 就是每秒 沒有想定義 沒有 沒有 一瓦 一瓦 是什麼 一瓦 一瓦就 等一下 這樣 一瓦 W不是工嗎 W是工嗎 一瓦 不 W在這邊 你講比較多 W在這邊是能量的代號 也是工的代號 哦 可是到這邊的時候 W變成一瓦 它是單位 它瓦是單位 一瓦 在這邊是工的代號 在這邊是單位 一瓦的單位 什麼叫做一瓦 一瓦是能量的意思嗎 哇 是工幣的意思啊 是工幣的意思 蛤 哦 哇 是P的單位 一瓦 一瓦就是每秒 做一工啊 做多少工啊 一次啊 什麼叫一次 出手工 工的單位是什麼 有的 工的單位不是交耳嗎 每秒做一交耳 每秒做不交耳的工嗎 哎呀 代號的很多 但是你要先知道什麼是定義啊 能量的定義 能量的代號是E或W 它的單位是交耳 V的定義是 V的單位是 F V的代號是F 它的單位是 扭頓 這都沒問題吧 長度 CM 長度跟定義 通常用的代號是L 它的單位是M 通常用公尺 不用7M 公尺 能量的代號是W或E P 它的單位是交耳 公尺的代號是P POWER 它的單位是W 因為我們要紀念WRT這個人 對不對 一陣雨 但是我們沒有要紀念一陣雨 所以這邊沒有一陣雨的單位 因為WRT 所以一WRT 一日搞了一陣 一WRT是每秒鐘做的工 每秒鐘做的工 你要想每秒鐘做的工 那工的單位是什麼 工的單位是交耳 所以一秒鐘做一交耳的能量 得到一交耳的能量 要做出一交耳的能量 我們就做這叫一挖 清楚嗎 好,回來 這個P應該是等於T分之1 T分之1也可以 因為W等於1 因為W跟1之間是相同的意思 它只是 但是W是單位 所以不能放在上面 有時候我們會在那邊寫 因為這邊叫WALK 就是 英文來講WALK 它是工 那P是Energy Energy 能量 所以它叫 能量 W 代號是那個 工 工 對 它的單位也是用交耳 交耳 工跟能 工跟能 都是用交耳當的單位 對 這就用理工刀片 好 那是區域分解 好 那功率的話 因為這邊它的單位是什麼 應該是P 應該是說EW等1 T分之1角 所以W不能放在上面 W應該是在工地這邊 你說這邊嗎 對 W是P的單位 所以不能放在E的上面 這邊 這邊不是它的 這邊是代號 這邊不是它的單位 所以這邊代號是重複了 所以代號應該就是用E就好了 不要用W 可是因為 有時候會用到W 所以 那盤子寫全名 我通常就 好 OK 我可以寫全名 這樣會搞分 OK 好不好 這是瓦特 瓦特 是 沒有這樣就好了 這是一瓦 這是一瓦 這是能量 OK 好 那回來這邊 我們說一千瓦 一千瓦 它就等於每時間 做一瓦二 對 不要講 每時間 對啦 但是通常我們會習慣講 每單位時間 不講每時間 好 每單位時間 每單位時間 所叫做一瓦二的能量 它就是一瓦克的意思 好 好 我們把這邊講 我先下根 好 什麼叫一千瓦 一千瓦 就是每單位時間 做一千瓦 這邊又不叫每單位時間 我們在定義上 可以叫每單位時間 對 這邊要講每秒 因為很清楚 就是一瓦定義 是每秒做一瓦 所以這邊就講每秒 每秒做一千瓦 對 因為你講每單位時間 可能是每分鐘 或者每小時 都叫單位時間 對 所以這邊一定要講每秒 不要睡覺 每秒 好 開始 可以吃 呃 很會吃 很會吃 沒有 好 好 Ich